南方乌镇上有一个王屠夫 十年六十多岁 一生未娶 他整日杀猪卖肉 日子过得也是潇洒自在 屠夫这一行挣钱多 吃喝不愁 可整日宰杀牲畜 身上煞气很重 虽然王屠夫很善良 时常帮助贫困的人 可左林右舍不愿与他深交 生怕沾染了晦气 王屠夫也知道大家的忌讳 他从来就不往人群里凑 村子里有一个叫杜子明的年轻人 与其他村民不一样 他觉得王屠夫是个善良的人 没事的时候喜欢去他家串门子 杜子明在河里摸到鱼虾 也会给王屠夫拿去一些 王屠夫很是感动 也会经常给他一些珠下水吃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接下去继续今天的故事 一日 杜子明在河里捞了一桶鲫鱼 他捡了十几条大一些的 给王屠夫送了过去 王屠夫家的大门虚掩着 他就推门走进了院子 喊了几声没人应答 杜子明觉得奇怪 就朝屋里走去 走进屋里 就看见王屠夫躺在床上 他微闭着眼睛 脸色苍白 嘴唇干裂 好像是生病了 王老伯 杜子明轻轻地唤了王屠夫一声 见他没有反应 他又叫了一声 王屠夫才微微睁开眼 子明 王屠夫声音很小 看起来没有一点力气 杜子明把手放在他的额头上 一摸吓了一跳 额头就如火炭一样烫 你等着 我去给你请郎中来 很快 杜子明就带着郎中来了 郎中把脉之后说道 王屠夫每天起早贪黑劳作 身体虚弱就容易感染风寒 吃几副药 休息几天应该就没事了 送走郎中 杜子明赶紧给王屠夫熬药 又煮了一碗米汤给他喝 王屠夫的烧退了之后 脸上才有了一点血色 每天 杜子明都会来照顾王屠夫 给他熬药 做饭 洗洗涮涮 一直照顾了十来多天 王屠夫的病才好利索 老了 不行了 王屠夫有些伤感 杜子明赶紧安慰他 并说要拜他为师 以后他杀猪卖肉 让王屠夫安详晚年 王屠夫感到很意外 说道 做屠夫可不是什么上等营生 恐怕连媳妇也娶不到啊 杜子明说道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屠夫挺好的 从此之后 杜子明就跟着王屠夫学杀猪 晚上的时候 王屠夫还会教他一些功夫 杜子明这才知道 王屠夫原来是个饮食高手 杜子明聪明好学 没多久就学会了杀猪 卖肉更是不在话下 王屠夫说道 我这也是后继友人了 我也该退休了 杜子明说道 师父以后尽管歇着 我挣钱养您 杜子明嘴口甜 人长得又俊巧 自从他开始卖猪肉 来买肉的几乎是青衣色的女子 有大姑娘 小媳妇 也有中年大妈 这些来买肉的都是为了一堵他的俊朗容颜 大家背地里都叫他屠夫攀安 一时间杜子明成了全城最亮的屠夫 也就如现在的网红一样 这就引起了很多男性的不满 有些人借口买肉 实则是来闹事 不过杜子明会武艺 并不惧怕那些人 一日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来到肉摊上 说要买肉 杜子明就问他要多少肉 那男子说道 这肉我全都要 肥瘦给我分开切 都切成一厘米长的肉丁 说完就坐在一旁的板凳上等着 这个男子是城里王源外的儿子王二 仗着家中有钱 哥哥又在京城做官 经常欺男霸女 他听说最近有一个叫杜子明的屠夫火了 大姑娘小媳妇纷纷追捧 心中就不服气 于是就带着一帮小啰啰来捣乱了 其他来买肉的人都议论纷纷 说着王二是故意找茬的 这下有好戏看了 杜子明说道 你的要求我办不到 还请你去别的地方买吧 王二轻蔑地瞟了一眼 杜子明说道 你不是这条街上最亮的仔吗 你这不是在敷衍劳资吗 给我砸 王二朝身边的几人喊道 几人摞起袖子就要上去砸肉摊子 杜子明不紧不慢 几个拳脚就把几人打倒在地 王二吼道 一群废物 赶紧起来 他走到杜子明身边说道 小子 想不到你还有两下子 来 和老子比划比划 杜子明一把凝住王二的胳膊 膝盖一顶 王二就跪在了地上 众人看到王二被整治 都拍手叫好 王二自觉不是杜子明的对手 就带着一群小混混 灰溜溜地离开了 你给我等着 劳资让你知道得罪劳资的下场 不远处的胭脂店门口 站着一个年轻女子 长得是清纯可人 看到杜子明制服了无赖王二 忍不住叫好 太好了 这个女子叫李雪宁 腌制店老板的女儿 因为长得漂亮 也经常受到王二的骚扰 杜子明不但人长得帅气 身手还这么好 李雪宁一下子就看呆了 杜子明无意间抬头 就看见一个貌弱天仙的女子 正看着自己 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问顾客要多少肉 李雪宁和杜子明四目相对的一刹那 她不觉脸红心跳 赶紧就转身进了店里 从那以后 李雪宁总是会偷偷地站在门口 往杜子明的肉摊上看 杜子明好像也被一种魔力吸引着 也会时不时飘向胭脂铺那边 一开始 二人都感觉很害羞 看对眼的时候 就会快速地转移开目光 后来二人好像老朋友一样 看对眼了就相视一笑 然后各忙各的 二人的距离也就几十米 每天相望着 就是没有说过话 看啥呢 突然一个声音在李雪宁耳边响起 李雪宁一看就是自己的母亲刘氏 说道 没看见什么人 刘氏觉得不对劲 就朝对面看去 就看到了正在卖猪肉的杜子明 说道 你不会是看上那个屠夫了吧 李雪宁说道 娘 你说什么呢 说着就进入了店里 李老板就这一个女儿 出落的温婉可人 上门提亲的也不计其数 王二这样的哗哗公子 对李雪宁也是垂涎三尺 可李雪宁看不他这好人 王二就经常来骚扰他 弄得李老板一家是人心惶惶 李老板说道 就连直线大人都要进王家三分 咱们这样的平头老百姓也得罪不起啊 我看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吧 李雪宁说道 爹爹 王二就是个无赖 我是不会答应的 你就不要劝我了 说着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刘氏说道 咱就这一个女儿 要是嫁给王二我也舍不得啊 我这不也是为这个家考虑吗 得罪了王家 咱就别在这里混了 你去劝劝他 其实嫁到王家也不见得是坏事 能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 还想什么 那王二在外面想咋样就咋样 除了是有他哥哥和父亲兜着呢 刘氏觉得丈夫说的有道理 就去劝说女儿 可李雪宁就是不点头 说道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非他不嫁 刘氏赶紧说道 你会不会真的喜欢上那个小屠夫了 没错 我就是喜欢上小屠夫了 他不但长得俊朗 身手还好 我就要嫁给他为妻 刘氏说道 这怎么能行 就算不嫁给王二 也不能嫁给屠夫啊 多不吉利啊 有什么不吉利的 吃肉的时候怎么没人说不吉利呢 李氏被说得哑口无言 就出去了 再说那王二 自从被杜子明教训了之后 他就一直怀恨在心 想着要如何报复他 一定要杜子明当街给他磕头叫爷爷 找回面子 十天之后 王二带着两个壮汉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来到杜子明的肉摊上 说道 你小子不是能耐吗 只要你打过他们 我就扶你 如果打不过 你就叫我三生爷爷 并从这里钻过去 王二指着胯下 发出银鞋的笑声 一副是在必得的样子 那两个壮汉一看就是练家子 杜子明心中没谱 可在这关键时刻不能认诵 就云淡风轻的说道 既然要比 就要公平 如果我输了 就按你说的做 如果我赢了 你也要按你说的做 从我胯下钻过去 再叫我三生爷爷 王二找的这两个壮汉是无管理的 他当然有十足的把握 冷亨一声说道 一言为定 我王二也是响当当的七尺男儿 绝不食言 好 不过这里不是地方 三天后我在城外的草场等你 哪里更适合 王二知道杜子明也跑不了 就同意了 然后就带着两个大汉去了酒馆 其实杜子明是没有把握打赢 所以才用了缓兵之计 晚上回到家里 他就对王屠夫说了此事 王屠夫说道 这样的人就该好好杀杀他的威风 说着就把杜子明带到后院 从枪洞里拿出一把断刀 说道 带着防身 杜子明看着这把断了半截的刀 还秀气斑斑 就很疑惑 王郎中说道 只要戴在身上 任何人伤不到你 然后又教他了几个质敌绝技 三天很快过去了 杜子明和王二他们 都来到了县城郊外的草场上 周围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 多数人都站在了杜子明一边 只有少数的直库子弟 和善于溜须叛马的人 站在了王二一边 两个大汉轮流上去对付杜子明 企图消耗他的体力 可杜子明却越战越勇 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 几人打了几个回合也不分胜负 王二的额头上 都是密密麻麻的汉珠子 这场比武他只能赢不能输 王二说道 你俩一起上 一定要制服了这小子 那两个大汉就前后夹击杜子明 杜子明轻巧躲闪 一个扫荡腿把二人踢出几米远 众人一片欢呼声 有人甚至跳了起来 大呼 屠夫厉害 王二气得两眼冒出火星 他悄悄摸出一把飞刀 趁杜子明不备就朝他扔去 眼看飞刀要插在他的胸口上 他用手轻轻一挡 刀子就掉头刺中了王二 王二痛得哀腰一声 对那两个壮汉吼道 还不快上 二人已经被打怕了 可拿来王二的银子 也不能不上 九高喊着一起冲向杜子明 还没有跑到跟前 又被杜子明踢了出去 二人狠狠地摔在地上 动弹不得 几人被杜子明打得屁滚尿流 也算是给城里的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大家都欢呼着 掌声雷动 王二痛得呲牙咧嘴 他知道自己输定了 就开始胡搅蛮缠 说道 这次不算 说着就要走 却被众人围住了 大家齐声高呼 喊爷爷 喊爷爷 王二大声吼道 让开 谁在起哄 我绝不饶他 大家一致说道 认赌服输这才是大丈夫 只有小人才会出尔反尔 王二被众人围住不让走 他胸口还插着飞刀 痛得呲牙咧嘴 没有办法 只能服软 说道 今天算我输了 众人喊道 输了就要叫爷爷 王二看向杜子明 说道 算我服了你了 让这些人让开 王二毕竟是县城里的一霸 杜子明也知道是可而止的道理 说道 你今天输了 我可以不让你受胯下之辱 也可以不叫爷爷 可是你必须向城里的老百姓道歉 王二一听杜子明做出了这么大的让步 心中就尝出了一口气 就敷衍了几句 不过这对嚣张惯了的王二来说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大家就让他走了 众人纷纷向杜子明竖起了大拇指 说他整只恶霸 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杜子明告别大家 转身就要走 却被人叫住了 他回头一看 就看见一个明媚好齿的女子 朝他走过来 这个女子正是李雪宁 二人早就认识 但没有近距离的接触过 更没有说过话 今天是第一次 杜子明显得有点不自然 你太棒了 以后那王二就不敢太嚣张了 李雪宁说道 杜子明笑笑 说道 姑娘过奖了 李雪宁走到他跟前 快速地塞给他一个东西 就转身走了 杜子明有些不知所措 李雪宁塞给他的是一块丝制的手帕 上面嗅着鸳鸯细水 杜子明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小心心激动的就要跳出胸膛了 李雪宁回到家里 就把杜子明教训王二的事给父母说了 满脸都是崇拜的神情 李老板说道 回答有啥用 能当吃当喝吗 刘氏说道 他要不是个屠夫 那还可以考虑考虑 你们不用考虑了 我已经下定决心 这辈子非杜子明不嫁 他心地善良 不畏强霸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李雪宁说道 李老板见女儿这样说就有些生气 可也没有说什么 晚上杜子明拿着李雪宁送给他的手帕 难转反侧难以入眠 李雪宁不但长得漂亮 还敢爱敢恨 相比之下杜子明就有些优柔寡断 他害怕被李家父母拒绝 可又不甘心错过 一夜未眠 次日 杜子明就把李雪宁给他手帕的事 对王屠夫说了 王屠夫说道 遇到了就要牢牢抓住 一旦错后悔就来不及了 听王屠夫这么说 杜子明就找媒婆去李家提亲了 李雪宁一听 是杜子明让媒婆来提亲的 就非常高兴 还没等他父母表态他就先同意了 李老板生气的说道 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那有你说话的份 媒婆走后 夫妻二人就商量了一番 李老板认为即便不嫁给王二 也不能嫁给一个屠夫 刘氏说道 其实杜子明也不错 杀猪卖肉也是一个谋生的手段 抛开这个不说 小伙子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还有功夫 女儿嫁过去也不会受苦的 如果嫁给别人 那王二不会善罢甘休 若嫁给杜子明 王二也不敢咋样 李老板觉得妻子说的也有道理 逃绿了几天之后就勉强同意了 二人定亲之后三个月 杜子明就把李雪宁娶回了家中 村里人见杜子明 娶个如花似玉的妻子 都议论纷纷 也改变了对屠夫认知 成亲后 李雪宁在家里做家务 照顾王屠夫 杜子明依旧每天起早贪黑的卖肉 经过夫妻二人的共同努力 小日子也是越过越好 一日傍晚 杜子明正要收摊回家 县城里的刘寡妇就来到了肉摊上 问还有没有猪肉 杜子明说道 今天的猪肉多着呢 你要多少 刘寡妇看了看那块猪肉 足足有十来斤 说道 明天我家里有客人 这一块我都要了 正值夏季 猪肉容易变质 杜子明还想着要把猪肉 掉到水井里呢 这下好了 刘寡妇一下子要完了 他也就不用麻烦了 他把那一块猪肉挂到撑上撑了一下 是十二斤 刘寡妇说道 这么重 你帮我送回去吧 杜子明二话没说 就拎着猪肉和刘寡妇一起去了 来到刘寡妇家里 他本来想放下猪肉就走 刘寡妇却叫住他说道 你坐下歇一会 我去给你倒茶 说着舅舅去桌子上端来一杯茶水递给他 他又说道 我一个人害怕 你陪陪我好不好 杜子明说道 好啊 今晚我留下来陪你 他接过茶 就使劲把茶杯摔在地上 正在这时 突然从门后窜出来一个蒙面男子 手中拿着尖刀 朝杜子明刺去 杜子明猛地转身 一脚把男子踹出了房门 男子惨叫一声 脸上的布也掉了下来 杜子明走到院子里说道 王二 你依然是狗改不了吃事 自从那次比武输了之后 王二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 杜子明居然又把他心心念念的女人 取走了 王二就更加恼怒 发誓不报此求是不为人 明的不行 就来案的 王二就让自己的相好留寡妇 假借买肉之名 把杜子明骗进家中 然后对他下手 谁知杜子明早有防备 当王二要对他下手时 他就用自己的无影脚 狠狠地踹向王二 王二被踹到院子里 嘴角也流出了血 浑身痛得站不起来 刘寡妇走到王二面前说道 王二 就算死我也要把你告到县衙里去 原来王二贪因刘寡妇的美色 就害死了他的丈夫 从此就霸占了刘寡妇 刘寡妇想去报官 可又怕说不清楚 更害怕告不赢 连他自己的性命也难保 所以一直忍气吞声 屈服于王二的淫威之下 王二让他去骗杜子明时 他就将计就计 为的就是让杜子明好好教训一下王二 如果把王二打死了 也算为他丈夫报仇了 如果打不死 他也不想再忍耐了 因此走到路上的时候 刘寡妇就把王二的阴谋告诉了杜子明 杜子明来到刘寡妇家里 就假意答应刘寡妇 并把有毒的茶水摔在地上 为的就是把王二引出来 杜子明用绳子绑了王二 就与刘寡妇一起把他送到了县衙 刘寡妇状告王二害死他的丈夫 直线大人一听人命关天 就要开庭审理 王二嚣张地说道 给你一百个胆子 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我哥的一句话 就让你丢了乌纱帽 你信不信 直线大人一拍荆堂木道 王二 你可承认杀了刘寡妇的丈夫 杀了又能怎么样 我要见我父亲 你们把我父亲找来 王二嚣张地大叫 此时的王元外也是焦头烂额 因为他的大儿子因为贪赃王法 也被打入了大牢 牙医来到王家说明情况 王元外一听 两个儿子都要坐牢 救急火攻心晕倒了 后来被救了过来 可也只能瘫痪在床 王二因故意杀人罪 强把民女罪被判处急刑 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王二判刑之后 县城里一直很太平 再也没有欺男霸女的事情发生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谢谢大家